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参加了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香港代表团 澳门代表团的审议 内容涉及香港的疫情防控工作 以及现行的选举制度机制 另外在7号下午的外长记者会上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有关香港的问题时表明了立场 表示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完全合线合法 正当合理 相关的信息 今天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 以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朱明权 两位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呢 请两位和大家打个招呼 主席人好 各位东南传媒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 在今天的连线开始前呢 首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上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一位港区全国政协常委的发言 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 这位发言者就是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先生 关于爱国者治港 他讲的准确到位 入目三分 许多人听过他的讲话 都为他对祖国和香港的深厚感情而感动 在今天节目开始前 我们首先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心声 各位委员 我发言的题目是 坚持爱国者治港 推动一个两次实现 行网资源 2020年6月30日 这一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 半步实施 这是广大香港市民 源源难忘的例子 从中午到职业 我和许多香港市民一样 心情提动 不少人手上街头 高举五金环旗 表达兴奋的心情 香港市民 不会忘记 香港销售了 选一年时间的 修理宽波的暴力冲击 有许多的店铺 地铁站 败重火 败渣烂 有多少个路面和护栏 败毁 有多少警察 败破流双肥龙 败尖刀关键刺山 有多少次民 败破汽油火烧 败打的头破血流 甚至 国旗 国徽 败烧掉 败污旋 这种种见解 出谋清津 香港市民 每天生活在新款市中 心计选择五花计算 香港变成 外部实力 缓中和缓中乱感患者 肆意冲击 以国远则底线的 暴力制度 恐怖制度 严重凶害了 人性的道德 严重威胁了 香港的 生命安全 严重伤害了 全国人民的感情 许多人 痛心的在问 香港怎么啦 香港该怎么办 许多人在流泪 那是犯盖的泪 那是悲伤的泪 六月 三十六这一天 人们再次流泪 这是激动的泪 是欣慰的泪 入行 香港国安华实施半年多 香港社会安定 市民安全 冷心安宁 大年初二 香港举行传统的球签活动 预测香港的运程 市民在网络上留言 什么签也比不善 国安华好 香港的国安华 才是护佑香港平安的三三千 一花 安先天 市民终于盼来了 安静的日子 香港终于引来了 有乱极致的重大准则 广大香港市民 发自耐心的感激 习主席的英明领导 果断决策 感激中央止暴自乱 不乱反正 辛子今日 我们特别牵签的感受到 在百年未有时大变局中 香港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更加需要中央的坚定坚强领导 更加需要国家的鼎立支持 更加需要坚定自觉的维护国家利益 习主席指出 香港有乱极致的重大准则 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那就是要确保 一国联制制限 行丸自圆 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自敢 这一重要只是 说到了广大香港同胞的心理 第一 为一国联制分针 在香港行丸自圆 指明的分线 学习习主席的讲话 我们有以下三点体会 第一 爱国者治港 香港是至关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根本问题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政府之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香港的治理者 首先必须要热爱自己的国家 也必须坚定认护共和国的缔造者 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 认护党和国家 治理香港一个联制方针 而不是宽断地说 爱中华文化 爱闽山大川 却不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 不认同一国是联制的前提 只有真正的爱国者来治理香港 才能使香港与祖国远不分离 游富同贤 游纳同担 第二 爱国者治港 是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根本要求 只有坚实爱国者治港 才能坚守一个原则 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 香港才能产治久安 只有坚实爱国者治港 坚决落实国安华 在华治的轨道上 彰显的民主自由 香港才会有规有矩 不会被外部势力侵蚀 不会加折腾 只有爱国者治港 才能推动香港 顺重担担的 软弱国家发展大局 增强竞争力 才能加活业心 还容稳定 这是我们香港同胞的共同福祉 第三 第三 爱国者治港 必须有健全的制度保证 应该承认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 保证爱国者治港的制度有缺陷 不完善 必须尽快进行改革 促进特区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用健全的制度 来保证爱国者治港 这是一国联制 这是一国联制 在香港治县 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切实恢复 香港繁荣稳定的必要之局 用制度保证爱国者治港 既包含了特区行政 立法 施法等政策架构的治理 也包括特区教育等领域的治理 爱国情怀 应当理事寄重的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 代代宣传 我相信有其主席和中央的关心支持 有伟大的祖国作为我们的坚诚后动 有爱国者治港 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感谢吴良好常委 掷地有声的发言 其实呢 在这次大会发言之前 昨天吴良好先生 已经带领着全体敏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一起发声 对全国人大 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表示坚决支持 更多的代表和委员的声音 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强调爱国者治港的同时 这几天大家都非常关注 香港应该如何抓住国家发展机遇 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先生 陈代表您好 今年两会呢 关于十四五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呢 各位代表和委员呢都高度关注 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抓住国家十四五规划的机遇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您对此有哪些建议呢 目前全世界危机述处 每一个国家都面对巨大的挑战 我们的国家在习主席和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制定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 以往每一个五年计划 尤其是十三五规划取得的巨大成就 使得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胞乃至全球华人 对十四五规划伟大的宏图将会顺利的实现 具有无比的信心和期望 这样才能百年大变局之中战胜各种的风险挑战 环顾西方某些强国的政客 每一次的竞选政党 都是忽悠自己忽悠民众 欺骗选票是不能够实现的肥皂炮 十四五规划与我们香港也同样息息相关 其中第136页开始的第18篇 是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的统一 第61章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的繁荣稳定 第二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包括深化内力与港澳经贸科创合作关系 深化并扩大内地粤港澳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的发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 对此我们非常的期盼和支持 我们香港民建连在过去一段的时间 也在香港各区收集和凝聚民心民意 所以这次也提出了和这个内容相关的两个建议 一是建立跨境的快速支付系统 二是便利港澳居民为购房目的的跨境转入资金 最后我们呼吁我们中国香港的七百五十万市民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多关注密切留意深入了解十四五的规划 推动香港融入国家的发展 因为这是香港将来战胜疫情之后突破瓶颈再出发 走出低谷再腾飞 青年人未来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的最大机遇和希望的所在 当然我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在回到香港之后一定全力向各界宣讲推广 帮助大家共同了解全力支持 谢谢大家感谢您的分享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朱明泉先生 朱委员您好 您参与了韩正副总理对港澳委员的接见 过程当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抓住十四五的发展机遇呢 今天很高兴在北京与大家分享两会的盛况 今年呢是国家十四五的开机机年 非常荣幸呢国家把香港融入十四五的发展规划 对香港来说是一个百人位移的良机 香港呢应该抓住机翼 积极恐固和发展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货运中心的地位 那么同时呢也应该呢 积极的融入大湾气的经济发展和间线 那么要尽快的离补积极在这个 科技方面和创新方面的补足 那么这一次呢韩正副总理呢 还特别接见了港区的语言 那么在韩正副总理的这个 接见中间呢 我们先先感觉到呢 这个党中央国务语言呢 对香港的一国两制 对香港的这个社会嫉妒 环容稳定是非常关心 一国两制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关于这一次韩正副总理提到 要爱国者祭港 我觉得这也是天公地义的 而是对香港形成一个国家的限制决令 没有一个国家的或者地区的既理解 是不爱国的或者是不爱这个地区的 那么他们如果不爱这个地区 那这个地区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所以说管理者必须是爱国 必须是爱港 这是起码的条件 那么如果说这个管理者 既理者是爱国爱港的人士 香港呢比将会是更加繁荣的 那么管理者既理者 爱国爱港的基本标准 现在呢也定得非常开心 也非常符合这个基本法 以及这个想法 国家也是非常宽容的 像天国方面的声音 像希腊国方面的领才 那么爱国者的基本标准呢 就是要拥护基本法 拥护想法 拥护国家对香港的主权的这个行使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做的事情应该是为香港利益出发的 不能够做一些 勾结外国 或者是阻挠香港发展的事情 所以说 国家出台的这个爱国者既港呢 这个是对香港长期组安的一个 非常必要的一个主动 而且呢 这个爱国者既港的这个方箭政策呢 也必须取得很大的成功 我们相信 过程里面也会有些困难 但是 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呢 是继国安法以后 对香港 对香港的未来 一个非常大的强心筋 而对香港的未来呢 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好的 感谢您的分享 今天呢 三位的分享都透露出 对祖国对香港的情感 正如今天无良好常委所说的那样 爱国情怀 应当理直气壮的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 代代相传 我们也相信 有习主席和中央的关心支持 有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 有爱国者治港 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更多两会的消息 请持续关注东南传媒 京港连线 画两会 我是金灵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